市長也會去看我們補習班跟安親班 到底有沒有把防疫做好 如果防疫沒有做好 我們立即會勒令他們就停課 目前新北市採取的事宜 限制五人十人以上 而且一定要做好防疫 防疫一樣三級防護健康五原則 一定要做好補習班 我們會嚴格落實的去做查查 學校在校長老師的監督底下 我們的防疫其實是做得非常的落實 市長也會去看我們補習班跟安親班 到底有沒有把防疫做好 如果防疫沒有做好 我們立即會勒令他們就停課 所以我們不但要防疫做好 也會隨時做好滾動式的檢討 隨著疫情萬一上升的時候 補習班 安親班 該停我們就會停 甚至包括我們的課後補導班 那目前為止我們都採取最嚴格的防疫態度來面對